女人最窩心 记得上一次和大家分享过 我公司的员工的故事 今天就很想和大家分享 我这间音乐学校里面的一些 同学的故事 这班学生跟随我们很多年了 因为我们都开了11年了 我记得在03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沙士 我在学校里面的学生 有很多都是一些医护人员来参加 为什么他们会来做一个歌唱的学生呢 原因因为他们觉得很想减压 很喜欢音乐 所以他们就来学唱歌学音乐 但在03年因为沙士 他们很多工作的时间不定 他们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 是什么原因令他们不来上堂呢 原来他们是关心我们 因为他们说 我们觉得不是很好 因为虽然我们的医院没有沙士 虽然我们没有碰过沙士病人 但是我们出入医院刚刚那个高峰期 我们很担心我们会影响到你们 所以我们不敢过来 就算我们回到家 洗澡了 我们都不敢 学费我们会照交的 因为我都很担心 你们的学校照开门的嘛 那你们怎么生活啊 那刻我真的很感动 有些那么好的学生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怎么陪我们 度过沙士期间 在这个低潮的时候 有时他们会给我们鼓励 他们会洗澡换衣服的时候 拿一些我们需要的物品 例如买一些口罩给我们 那时刻大家都知道 没有用的钱都 因为口罩是欠得很紧要的 他们就会拿上来给我们 问我们够不够用 一些消毒的药品够不够 在这一刻 03年到现在 我仍然都记得 他们陪我们一起 度过一个艰难的日子 很感谢这帮医护人员的学生 对我们的窩心故事 直到现在 我也深深地记得